你好,我是Roland的特别助理,我叫Linda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韩风摄影 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韩风摄影的崛起 其独特的风格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 下面我将谈谈一些与韩风摄影相关的特征和主题 1.韩剧风格 韩风摄影受到韩剧和韩国电影的影响 尤其在情感表达、故事性以及戏剧张力方面 摄影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情感和叙事感 2.自然元素 韩风摄影通常注重自然元素 如樱花、竹林、山水等 这些元素有助于营造宁静、清新的氛围 3.文化传统 韩风摄影融入韩国传统文化元素 包括韩服、传统建筑、传统音乐等 以展现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4.色彩丰富 韩风摄影使用丰富的色彩 包括明亮的粉色、蓝色、绿色等 这些色彩能够营造出轻快、愉悦的感觉 5.时尚与美学 韩国在时尚与美学方面拥有独特的风格 这在摄影中体现出来 包括时尚摄影、美妆摄影等 6.城市风景 韩风摄影凸显现现代城市的风景 展现出现代都市生活的一面 例如繁忙的街道、现代建筑等 7.韩国饮食 韩风摄影以韩国特有的饮食文化为主题 包括美味的食物、传统餐具等 8.现代文化 韩国现代文化包括流行音乐 舞蹈、街头艺术等也成为韩风摄影的创作元素 要创作韩风摄影可以融合以上特点 同时发挥自己的创意 捕捉韩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使用合适的光线和构图技巧 能够更好地呈现韩风摄影的风格 如果想要深入了解韩风摄影 可以多关注一些优秀的摄影师作品 学习它们的创作思路和方法 相信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 您也能创作出具有自己特色的韩风摄影作品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再见